各式各樣的珍珠奶茶 你一定聽過 但是鹹的珍珠乳肉飯 你吃過嗎 白飯淋上一顆顆圓滾滾的 油蔥肉燥珍珠和滷汁 再撒上蔥花 旁邊百顆糖心蛋 珍珠乳肉飯上桌囉 我在外面沒有聽過 也沒有吃過 肉的那種絞勁的質感 可是它不會覺得 讓你吃起來很肥 很油膩 不會 不止滷肉飯雞翅米血貢丸 上頭全都放著一顆顆 油蔥肉燥珍珠 吃起來像豬皮口感Q彈有嚼勁 它裡面有油蔥醬 那油蔥醬是用那個豬油去炸 油蔥的油蔥醬這樣子 對 那煮了之後 我們再加醬油啦 醬油膏去把它取代原本的糖 然後去做所謂蜜珍珠的這個動作 業者表示 珍珠全是自己加工 先將蔥肉醬加熱水化開 再加入醬油 混合均勻後 和樹薯粉一同倒進攪拌機 最後再將麵團放入機器 切割滾圓 自製的油蔥肉棗珍珠 大功告成 不過台中創意料理不只這一間 老闆細心的剝開玉米外皮 往下反折左右交叉 放出小辮子之後 整隻下去炸 起鍋後刷上醬料 撒三種起司 再用噴槍炙燒大口咬下 層次感相當豐富 在逢甲夜市 拿著邊走邊吃 方便又美味 記者韓志欣 李若真 台中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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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